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 可当我站前伤带着换前女生找你 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回到的一封信 就在昨天爱你寻找我的照片 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美剧与主演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 是不是老天没看到你的方便 还想着闯着你的宇宙 但现在已经被我亲口 你和我整个人都冰冻 还怎么再次我心动 外观美不是你的意愿 离开我还是新年 可能我还会对你贪恋 写了你像这两天 你是否许多画面 可不我猜你也不会出现 就像这几年就像是幽默的平面 你可能听不见了 哈哈哈哈哈哈 可能有点带你觉得嘟嘟嘟嘞 这是第几次为你述罪 没有了我 我的礼物把你述罪 小姐出来了 哈哈 小姐出来了 我会把我唱这一段 不说再见 我看你应该是不小心 没忘记 都不说我也有点累 也可以开始想记忆 有天我实现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 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 可当我牵起车在房间里寻找你 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 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的照片 发现在让我感觉像很距离的主演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 是不是老天每年看到对你的封面 不能够停止爱这些年我对你的疯癫 还会戴上那条围巾吗 在每一个寒风吹骨的冬天 还有每次我送你回家的路上 不经意触碰到你的手 你穿着裙子 眨眼睛 望着我 那些让我心动的瞬间 那时出口 始终有你身上的气味 掃权满轮过后的路灯下的身影 又会是谁 真的喜欢你 但是每次欲言又闭嘴 那时荒唐的男孩又浑浊了几岁 有天我实现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 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 靠到我站起身了在房间旅选择你 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回到的一封信 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 可现在让我感觉像暗剧里的主演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 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当成为你也贵 Largo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今天早上就给你了 你私们真的要去吃 我可以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